再来讲解无线电手机的皮套 皮套的话呢 目前大部分的皮套都是使用这种通用的款式 因为现在手机的态换率很高 所以说一般不会去为了一只手机做专用的款式出来 那这个皮套呢 本身是战术皮套 所以说他在一些设计上 你可以把早期的缺点都改善了 主要是扣环都换成硕钢的材质 比较不会因为流汗 然后就生生 然后养化生锈了 那机器可以直接摆进来 这都通用型的 机器可以直接摆进来 那这个地方他都可以调整他的松紧度 可以直接扣上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他可以保护手机呢 比较不会去敲击到 撞到 比较不会坏 而且如果说今天你没有手去拿出来机器的话 他本身有这个背带 他可以侧背 可以胸背 然后可以 你可以皮带挂着 都没有问题 他本身是多样式的 这边可以挂在我的皮带上 那你可以侧背 那或者是你3.4的胸背 背在胸前 要讲话的时候就按下去 要讲话就按下去 都是很方便的 而且这个是通用型的 就是说像今天这台是比较小台的5200 或者是比较大台的F88 通通都可以塞进去 只是说呢 可能 如果你有用那个背夹 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会稍微卡到 好 这个可以直接扣上去 他都可以调整他的松紧度 调整一下 OK 就这样子 不管大小都可以使用 通用型的 那好 所以说 你有很多种不同款式的机器 也都可以共用 好 那再来我们也会做 那个介绍说 他的背法 胸背 侧背 跟皮带的挂饰 给大家看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接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哦 就这样子